我叫蔡俊彥,今年20歲 我現在在香港大學會計二年級 我也是一位劍擊運動員 劍擊不單是一種考驗技術和體能的運動 它也是一場考驗策略和鬥志的比賽 第一次接觸劍擊就是小學的課外活動 一路畫面對劍擊就是黏著心 然後刺的心就有分 就好像經常被人刺穿心的感覺 但後來一玩就知道不是,很安全 還有教練也有讚我,有天分 那小學就喜歡被人稱讚 而慢慢就開始愛上了劍擊 臨場變化這個是第二個就已經有了 最大的滿足感是 我預計到你做甚麼 我第一分,我是狂野 第二分,我明知道你加錯了 我就立即不用觀察 就直接 我已經知道你會做甚麼就唱 入到你的腦 我預計到你將會做甚麼 即是那些很有滿足感 那時候,14歲 但是打一個 下級俗色的比賽 那就拿到獎 拿完這個獎之後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可以越級越級越級挑戰都成功 可以不用練習 都可能繼續贏到對手 之後每次練習的次數減少了 而且每次練習的時候 的態度都不好 都是比較傻的 很厲害 第二年,15歲 再打這個比賽 三歲以下就輸了 你即將會做不成功 你死吧 很厲害 我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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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路》 《迷路》 我有嘗試努力去練習 但誰知道練習後是不成功 所以就對自己沒有信心 開始慢慢對自己每一下出劍 都沒有一個肯定 有很多動作都不敢去做 慢慢演變得自己 誇張得連劍也不太會拿 這件事之後 對劍擊有放棄的念頭 始終劍擊都可以幫助我 入讀大學 所以都堅持下去 希望下一年 可以靠團體 拿到一塊獎牌 然後就可以幫到大學 給我一個更好的條件 讓我 我讀書的時候我覺得很痛 如果我真的喜歡我讀的 就算我沒什麼時間 我喜歡的話 我怎麼都會繼續 拿一些書在那裡看 就好像劍擊一樣 我喜歡 我就會把很多時間去練習 就有一次就去完 韓國就回來 然後這個比賽就 入了投射 就覺得 其實 我還可以的 經過這麼多高低起跌之後 結果發現 還可以上發 去到高的位置 很不同的滋味 就是你不會再想著串 不會再想著 你會反而很享受 就是你還有機會 我現在練習就開始嘗試 去了解自己更多 當我發現到自己 有任何弱的東西 我就會在那方面 做特別多的訓練 就好像現在我出去 打世界比賽 每次我都發覺自己是 輸體能的 可能去到比賽的中局 我就會 開始氣喘 而令到我的表現下滑 透過看錄像去分析對手 找出他的破綻動作 然後 就在對付他的時候 起碼有個心理準備 由一些已經有的方法去對付他 對手 我小時候就覺得 知道自己的表現 比其他隊友好 自己的心 就會比較安樂一點 而可能 去到我打到八強 我其他的隊友 可能都輸了 那我打八強那一場 處理的態度 就會比較 完全放鬆 就是沒有了贏的那份執著 明明我是有機會可以做得更好的 但是 就因為我有這個心態 就會影響了我去得更遠 那一場是 就是被他拉開到十四比七 他只差一分就可以贏到 但是當時我從來都沒有這個放棄的念頭 希望就可以繼續用我的方法 繼續拿分 那個階段就令我發現 其實只要我敢做 我敢試的話 其實我也有機會 可以將這些對手擊敗 因為我是連拿了五分二 在一個這麼強的對手手中 連拿五分其實是一件挺難的事 而這件事就令到我 感覺和這個世界水平 不是差太遠 對著不同的對手 用不同的節奏去打一場比賽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去破解到 利用他們看格去拿分的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去破解到 做好自己 才是每一次比賽 應該要抱有的態度 所以 現在我打比賽的心態就是 每一次都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希望自己可以去到有多遠 而不是因為其他人的表現 而影響了自己 我現在的世界排名是81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世界排名第一 為了突破自己 我知道我一定要轉全職 因為這個 是我實現夢想的第一步 我的目標是衝出亞洲 面向世界 以後我都會不停打 不停去比賽 唯有這樣 我才可以知道自己的極限去到變 挑戰自己 不是為了贏一場比賽 而是為了贏到我的人生 是為了贏到你的人生 為了贏到的 那是為了贏到的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